如果把這個畫面改80x80的話 看到類似像這樣 剛剛100x80好像太擁擠了 所以如果你改成四欄的話 可能那個 那個參數的部分的話 你要再去調整一下 那要自己再算一下 那個距離多少 那這個地方的話 如果當我點擊其中一張的話 我要能夠怎麼樣 能夠秀出這一張圖 在下面 那這個部分前面有做過類似的 這應該比較簡單 因為第一個 你要先知 你這個點擊的事件要什麼名稱呢 所以這裡的話 我們就要怎麼 set點 其實用猜的應該也可以猜得出來 set set all 應該都一定是set all 那它有on click listener 還有on item click 特別是這裡的話 同學有問 on click listener 因為on click的話 它是on click 但是它沒有傳一個什麼 傳一個你到底點哪一張的參數 因為我們點 clicker 它 clicker只是 clicker 所以如果你單純 不管說點了哪一個item的話 那你可以用 clicker 可是 clicker不會傳 告訴你說它點了哪一個item 所以這個地方一定要用item on item clicker 那前面那個spinner 同學問說 老師那為什麼是slade 特別是它前面有個圈圈 它清單前面有個圈圈 如果圈圈跟打勾 那一定是check的 或者是slade 那list view是click 這個我想事件部分 各位再花一點時間 那也不用死記 用理解的 OK 那我們就選這個item 的click事件 對不對 那裡面的話 其實方法都一樣啦 有的時候 當然 最好是自己打上去 不過有的時候 其實說真的 每個人的習慣都不一樣 比如說這裡的話 我會 上面有 我有時候會這樣 new一個什麼呢 在什麼地方呢 在一個greview 後面點下去 那就把這個地方 這一串 那你可以自己打上去了 不過有時候怕打錯 有些初學者 怕打錯 拼錯字 其實機率很高的話 那你可以用這種方式 把前面set的部分 後面的部分 複製貼過來 一個 小刮壺 大刮壺 然後一個後刮壺 再一個 分號 在游標放上去之後的話 有新增衛食做方法就出來了 那這個方法自動會傳過來 那其中有一個int的 這個有沒有 整數部分的 實際上就是他index 也就是他點哪個item 他會告訴你 所以呢我們要怎麼樣呢 就是 在那個圖上面 那個圖的名稱 那個imageview 叫做叫做這個名稱 所以呢我們 物件名稱就是叫imgshow show要去把那張圖抓過來嘛 所以點什麼呢 點set set什麼呢 set image 所以你打一個set i image resource 因為我們抓的話 是把圖當成一個resource 所以會有一個resource ID 然後你就選這個 Enter一下 接下來的話 你的ID是什麼呢 那就是根據什麼 根據陣列 陣列會有012345 對不對 那這個部分的話 根據的就是 他傳給我們這個 ARK2 那這個ARK2呢 我在那個 我的雲端 白板上面是放 Possession 你也可以把這個ARK2 改名叫Possession 但沒有關係 這個上面名稱不是固定的 你可以修改 然後去把它秀出來 那秀出來的話 是給他什麼呢 給他陣列的名字 陣列我是用叫做 imageids 所以這地方的話呢 我就是在這裡 放一個什麼 放一個 我的陣列 的名稱 然後加上一個 裝瓜糊 裡面的話就放什麼 放個ARK2 這個時候的話呢 我就可以抓到 現在到底是哪一張 對不對 然後就把它 結束掉 這樣子的話 他就會去抓到 點擊的時候 他會是一個item 他會是一個item 傳給我 告訴我是點了哪一個 並且去把那張圖秀出來 所以利用這樣的方式的話 當我點擊 其中一張的時候 他會把這一張 去 因為我點的是 01 那就把1的這一張 從 陣列索引裡面的ID 找到 好利用這樣的方式就可以去 改了 OK那這裡的話呢 就利用這樣的方式可以 做出我們要的結果來了 OK 那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試試看 好 好 好 谢谢观看